年关将近采买年货的同时 也会买春联贴在自家的门口 花莲市公所19到20号两天 和长青书画会合作 办理了辉豪送春联的活动 现场提供客制化服务 邀请老师们随着民众的心意 写下想要的吉祥话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把握机会 前往花莲市公所前的广场来索取 花莲县长青书画会在理事长汤大凤带领下 19日起一连两天在花莲市公所前广场挥豪 早上9点至下午3点半 会员们书写各式各样因应春节对联的词句 让花莲相亲索取 也有客制化创意字体满足相亲的需求 一早就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排队 非常谢谢长青书画会 在今天19号跟明天20号两天的时间 都在花莲市公所的门口 跟花莲市公所合作 来举办写春联送民众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希望说有更多的朋友 能够来到公所这边来索取 我们所有大师所写的一个我们春联 那可以增添家里面的喜气 那除了大师写的春联之外 公所也有两版我们特制的一个新春的春联 也希望我们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喜欢 新年快到了 那除了家中的一些垃圾废弃物 要做相关的清运之外 可以注意花莲市公所的联书 那还有我们防疫的工作 也不能够忘记 理事长汤大凤代表书画会 赠送携友恭贺欣喜 以及画有象征富贵母丹的四只春联 给市长做纪念 而施工所今年也与网红当肯合作 出版牛年限量春联 已经陆续分发到花莲市各家户 也欢迎民众到施工所索取 送完为止 记者长方言花莲市报导 请开吨